受到很大影响 当然现在就更是如此了 那不用说了 现在 就是说他的职业选择面会窄 第二个生活质量问题 你说这一月多了一千吗 我能干不少事 好了OK呀 买衣服啊 出去旅游啊 多吃两顿好的 那你为了还房贷 那不行 解一措实吧 降低原来的消费 咱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生活质量 为此极大程度的影响了生活质量 就是买房之后都是贷款嘛 然后这个购房之后 每个月这个还贷 那基本上都占老公司的基本上一半 所以你看这一套房子拥有 不敢轻易跳槽 职业选择空间变窄了 生活质量下降了 再有一个问题 早期贷款买房那些人 很多都是这个结构的 就是你比方小两口结婚 岳父岳母给拿点钱 公公婆给拿点钱 假如说他们都是外地的 那四位老人把钱凑一块给付个豆腐 现在呢 他们把贷款还完了 接下来面临的是呢 他们的上一辈人当年 是几乎把毕生的积蓄拿出来 没攒多少钱 到现在为止 你小两口 把两边老人钱都拿出来 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他们五十来岁 现在都六十多了 七十了都 你不得养老啊 两口子单付四个老人的养老 这中国四加二加一加等 咱们也都知道 他们已经三十多岁了 那好 父母都六十多岁 有七十了 怎么办 养老的压力又上了 所以说你针对那时候贷款过来的 虽然他们不算得上 真正意义上的房奴 可是也谈不上什么幸福 我说到这有的朋友撇嘴了 老连你说的不对 什么不算幸福 他当初买的房子多少钱 整个总款项下来 花了二十多万 现在的房子多少钱 当年这个价的现在 不都一百多万吗 有的都二百万呢 有的甚至翻将近十倍了 还不幸福 那凭空资产增值这么多 他还不幸福 你以为幸福不是那么个事 我管这个叫账上富裕 首先你大伙琢磨琢磨 他这房子是升值了 可升值对他有用吗 说既然升值了 当初二十多万 现在一百多万 我卖他吧 卖完你住哪 说我再买 同样地段 同样档次房子 再买回来 恐怕你卖了一百多万都不够 你说你自个儿住 你敢卖吗 所以说他升值多少 你眼看着钱 你能得着吗 对你没用了 这钱你花不着啊 他在房子里是死的呢 而且这你算了 这在经济上能说得通 我们管这个商品 有两个属性嘛 一个叫使用价值 一个叫价值 什么叫价值呢 凝结在商品中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这叫价值 什么叫使用价值呢 商品能够满足 人民某种需要的属性 这我们当初学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背的狗瓜乱熟 他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好比 我这牛饭方便 这方便面呢 我饿了我要吃的 这方便多少钱呢 两个五块钱 我要把它吃了 这钱就没了 说我这五块钱 卖给别人吧 我就挣了五块钱 那么你要么 卖给人家挣五块钱 要么你把它吃的 挣不着这五块 但解饿 你不可能是 我既把它吃的 又卖给别人 啥好处都得 就是你不能同时拥有 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你只能要一头 我刚才说 房子就是这么回事 它要升值了 你把它卖了 你没地方住了 你要住 你就没法卖 所以你不能想象 哎呀这房子升值了 我挣了钱了 我可高兴死了 你根本啥便宜都没占着 房子升值跟你没关系 你得住 所以这叫账上富裕 你要从这个角度 政治经济学角度理解 房子升值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我说 那批房奴 很难讲他们幸福 你是不是房奴 你是否意识到 房奴一词被过度解读 住房与人生梦想之间 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 为了住房 你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 老良官世界 你是什么样的房奴 正在播出 这房奴里头 他也分三六九的 不是所有的贷款的 那都叫房奴 有的人是什么呢 当年就有这样的 人家对金融学研究很透 发现贷款是一种金融手段 既然它是一种手段 有的人贷款买房 是为了个人生活基本需要 那我一样就可以把这个拿过来 用作我自己发财的机会 所以就有人琢磨这事 比方我从银行贷了款 我买三套房子 我妈倒露洋来回弄 我们应该算是首批房奴吧 当年赶在银行贷款几百万 去买十几套房的人 绝对是别人眼中的疯子 就连我们自己也觉得特别疯狂 徐女士表示 当时没有所谓炒房团概念 自己和亲朋好友 只是想找一条可以使资产增值的出路 在2007年至2008年 徐女士陆续卖掉其中三套房子 并用卖房所得 还清此前全部银行贷款 收益相当可观 我们买的那些房子 地段都不错 将来一定还会升值 而且目前通过租房子 获得的收益也相当可观 这些人现在盖法了 可你能说他们也还贷款 他们是房奴吗 不是 还有的人呢 我是就一套房子 贷款买这一套 可是我的目的不一定要在这城市安家 而他自己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用钱生钱 我现在手里有这钱了 我租着房子住呢 说买房吧 买房干嘛 目的不是为了自个住 而是为了呢 我现在没更好投资项目 我投资到这上 他升值了我就赚了 等什么时候升值一抛 我挣钱了 我再用这钱去干别的 所以这两类人 无论是有几套房子 他们都不能算房租 他也还贷款 肯定不能算这个序列之内 所以有的人还升了出那么一套结论来 说是你要这么看呢 贷款买房也不合适 你刚才不说了吗 职业选择面窄 这个生活质量还下降 还有的人说 你看你贷那款贷的啊 一贷二十年三十年 压得你沉不说吧 你真贷几十万得还一百多万 多亏啊 有人说这还不如租房 我租房我一样 我住是一样的 我使用它使用价值 然后我剩的时候我吃喝玩乐去 这又是一句谎话 为什么呢 你是饱汉的不知恶汉的鸡 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在北京上海这地方待会你试试 租房子 房租也翻根都往上涨啊 近年来 面对房价的迅猛上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租房子生活 我现在是租房 在经济上的考虑呢 还是感觉租房比较实惠一点 然而房屋租赁市场成交量上涨 租金也水涨船高 中介吃差价乱收费 不退押金 房东坐地涨价等乱象 也使更多人在买房和租房之间进退两难 如果有钱的话 当然还是有自己的房子比较好 租房买房 到底哪个更划算 居者有其屋的家庭归属感 到底该如何平衡 中国人特别讲家的归属感 所以那种所谓买房不如租房 仅仅从经济上算账这样的人 那才是战术话不嫌腰疼 房奴在当今中国 有存在的必要性 也有它的合理性 也有对社会产生积极意义的地方 什么积极意义 这个房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也没房子 他得一点点来人一辈子 可是现在二十多岁孩子 你看看 是他里头不少房奴 他为什么敢买房子呢 为什么要买房子呢 而且买的房子你看看 好多都是八十平米一百平米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 你作为这个岁数 你已经提前十年享受了 你要得到的 所以二十多岁的 你得到三十多岁的 那你二十多岁得了 提前十年享受这个东西 你还想一点压力没有 一点这个损害没有 一点不想付出 天地有这好事吗 那么正常的来讲 二十多岁三十多岁 就住成一百多平米 甚至更好的房子 开上好车了 你提前获得了这些了 那你付出的是什么 贷款给你带来的压力 这是平衡的 没有说好事都是你的 现在可买不起了 现在太贵了 有一定的影响 肯定因为每个月交易 房贷 有钱的买贵的 没钱的买 买便宜的 实在必须不买呗 就像我说 我这钱我不贷款了 我自己吃喝玩乐去 那可是房东天天点你 你这边得了 那头就得遭罪 天底下没有一件事 对你百分之百好处 也没有一件事 对你百分之百是坏处 祸复相依 越好的药 越有毒副作用 这是天下之正道 宇宙之正理 所以有的人贷款买套大房子 回头天天骂 这贷款高 我房奴 我压得受不了了 城市发展太快 给我个人压力太大 那你住这房子 怎么不说了呢 所以年轻人不必抱怨 买房贷款 没人拉你 没人拽你 而且贷款这个东西 不见得是坏事 咱很多人说 这一贷款 一有压力 工作不敢跳槽了 年轻人应该很有理想 结果都不敢追逐自己理想了 你所谓追求 那无非也是 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那你现在贷款买了房子 不就是这个房子 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了吗 所以你从这角度来讲 别说这块房子 把年轻人压得不敢追逐理想 你本身就是想过好日子吗 这是 那有了这套房子 你成了家了 是不是得为这家庭负责 你承担养家的任务 这个时候会敦促一个人 尽快的成熟去 那一天没个正事 就想着吃喝玩 论点点事 想点正事吧 养人这家吧 赚着钱吧 人努力赚钱 不仅是作为一个人 负责任的表现 同时你努力赚钱 努力工作 只要你不犯罪 那就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所以适当的房子的贷款 给年轻人一些压力 没什么不好的 一方面使你务正业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 通过这样一种压力 使社会能够良性的运转 同时它也是 你享受到了比较好的 这种住房条件 同时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可能你二多岁 拥有了三十岁的人 该有的大房子 你看什么都付不住 吃喝玩乐 所以你从这角度解析的话 当房奴并不是一个 你听起来不能忍受的事 关键看你怎么摆正 这方面的位置 我为了这套房子 我认为值 那我努力去工作 我说不值 我选择租房 我不怕漂泊 我要提高生活质量 这也是你自己 由得你自己吧 银行没有拽着你进去贷款 也没谁逼着你 一定要买这房子 选择权都在你资格上 当然有的人说 现在这个城市确实有压力 但问题是呢 选择在大城市待着 不也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你完全可以回到 你这老家 一些二三线 甚至更小的城市生活吗 那你压力会因此减轻 那为什么还要在大城市待着呢 你感觉这里头的文化呀 各个方面 你觉得太好了 人就应该往高处走 那你都走到高处来了 那么你不就得承担 往上走的成本吗 年轻人的观念来看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观念来看 都是绝对应该买房子 而且应该早点买 不如观望一段时间 可能等到利率比较低的时候 搞政策相对放松的时候 再买房 可能将来的财务负担 没那么重 大伙想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已经到高处了 什么成本也不承担 那么便宜是又成你一家人了 所以人生在世 别那么多抱怨 你天天抱怨这 抱怨那个 社会压力 这不公平 那什么 你的心态都坏了 你改变不了这个现实 那么你就努力的去改变自己 去努力的赚钱 去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好一点 这是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公民 一个健康心态的公民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 首批还完贷款的 已经不是房奴这些人了 他无债一身轻 本身就是一种 没有压力的体现 所以他们这些人 你说他幸福 可能就幸福在 这种压力减轻 其他方面 他也不见得 比我们现在做房奴的人 就一定幸福多少